创立比赛近在运通 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 如果投资朋友 您现在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 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尤其做多被套牢了 或者是放空被告到的投资朋友 我们都欢迎大家 立我们的一个免费咨询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留下您的基本资料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下了节目 现容老师都会亲自 来帮大家做一个完整的诊断 并且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最专烈的建议给您 好那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谈一下 谈一下在假日时间 有观众朋友call in进来 问一档光学概念股的部分 最近听到光学概念股 好像蛮火红的 那有人就去买了这档 3059的华金科 问说现在被套牢了 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部分我先强调一下 当然这档股票 大家应该蛮熟悉 在车用电子当红的时候 很多头顾老师会推荐他 因为他有车用电子里头的 环车影像的镜头 那最近手机双镜头 题材红的时候 应该也蛮多头顾老师 在提到他 说他也有手机双镜头 接到中国大陆那边 不少的订单 那可是这个部分 我还是要强调 有题材当然是好事 但是最重要 我们要去检视的是 他的业绩 有没有因此来成长呢 如果只有题材 没有业绩的话 那这种股票 你会发现 陈隆老师通常是不会推荐的 那华清科 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看到他虽然说 有车用电子的题材 有手机双镜头的题材 这些其实都已经讲很久了 不是这一两个月才讲 这一两年 都有很多人在提到他 可是我们看到 他的业绩 有因此好上来吗 今年前三季 EPS仍然是小亏 0.13 都一直还在损益 两平边缘 没有太大的一个 受到这个题材的一个帮助 而说真的赚到大钱 那现在看到 进入到第四季 十月份营收 目前已经公布出来 就是9.7亿 月减仍然是 比上个月下滑了18% 也比去年同期 衰退了14% 所以看到 他的营收 还是持续进入到第四季 就还在做一个下滑 所以这样的一个产业 这样的一个公司 虽然题材很丰富 但是通常 县荣老师 都不会推荐这种股票 因为这样的股票 顶多短线 跟着题材涨一涨 你说长线 会涨得久吗 会涨得多吗 很难 那第二个 再来回到技术面 来做观察 现在观察 他的这个重点 有两个 第一个 在筹码面的部分 目前融资予而 你会看到 仍然在高档 有一万七千多张 筹码几乎都还是 在散户手中 这样的股票 这个涨会 但是不会涨太多 因为毕竟这个 筹码都在散户手中的时候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股价不容易上涨 那再来看到大盘指数 这波都已经站上 月线季线的时候 它反弹上来 目前都还没有 能够去过季线 所以技术面上来看 也是一个相对 弱势的形态 因此呢 我在这里会建立说 这样的股票 最好能够 趁着最近有题材 也会有补涨 也会有反弹 那弹上来的时候 找个机会点 来换骨操作 来太弱则强 那上去的话 注意到 这两个高点 所形成的压力线 会是未来 比较大的压力 在这地方 最好找机会 来换骨操作 才更能够去反败 为胜回来 那为什么要去提到这个 重点 我们在谈大盘指数 在接下来会怎么走之前 还是提醒大家 其实每天在看盘 看盘 看什么 很多人都在看 今天指数涨 还是今天指数在跌 涨的时候就觉得很好 赶快要买股票 跌的时候呢 就赶快好害怕 赶快杀 赶快空 这样做股票 会赚钱吗 很多人 做股票做很久 赚不到钱 就是因为 太在意指数的结果 太在意指数 连涨个几天 你才觉得行情来了 才觉得多头老师讲的对 才要去追 就追在高档 对不对 太在意指数的结果 跌个几天 消息面有利空一来 你又觉得 空头老师讲的对 赶快砍股票 赶快放空 到最后 你都不断的在追高杀低 当然你赚不到钱 那真正要去看盘 我提醒大家 你在盘中 要去注意的是什么 要去掌握到的 叫做结构 你在股市里头 要去赚到钱 我一直叮咛大家 你必须做到 太弱则强 什么意思 也就是 弱势股 如果是产业趋势 在下滑 业绩在衰退 或者是 只有题材 没有业绩的公司 那当大户在出货 已经转弱讯号出来 你更应该 赶快换股操作 否则指数 就算来回震荡 或是甚至继续涨 你买错了股票 买到大户 已经在出货 已经在转弱的股票 你会发现 就算指数 来回震荡 甚至继续涨 你一样会赔钱 我举个例子 像是 这是微胜 还记得在七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有观众朋友 call in进来 问到这一档股票 那时候也蛮红的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市场 在炒作所谓的一个 AR的题材 VR的题材 那微胜 很多人也说 他有做什么 里面的相关晶片 所以他也有这个题材 也在推荐大家 对不对 那当时 我叮嚀大家的是什么 观众朋友call in进来的时候 七月二十二号 还特别叮嚀 像这种 只有题材 没有业绩的公司 第一个 我绝对不会推荐给投资人 因为这会害投资人 万里股价反转下去 因为他没有业绩做支撑 那个跌 都可能会跌得很快 那当时也提醒投资朋友 要小心 小心这波涨上来 技术面上来看 他正在做一个反弹的逃命波 要赶快逃命 那为什么提醒大家要逃命 你会看到后来指数 从七月份到现在 大盘低 最多就跌到八千八百多 对不对 涨上来 涨到九三九九 最近又回到九千二了 对不对 就在这个八千八到九千三 的一个响形之内 来来回回震荡 可是七月份到现在指数 来来回回震荡 微胜的股价呢 从那个时候 我说反弹要小心逃命波了 如果你没有赶快逃 赶快跑 它的股价上来最多 来到是三点一五之后 现在跌跌跌跌跌跌到多少 跌到十块钱左右 对不对 现在刚好在十块钱 最低还跌到九块八 那你觉得它很便宜 才十几块 你会发现 这样的股票 就算这么低价 一跌下来 也可能跌个二十五%不见 有一百万 你可能买在里面 大户才出货了 转弱讯号出来不见了 你还不知道 你可能也赔掉二十几万 对不对 那不止微胜 再来看到 当时凭盖股的部分 很多人都说 Apple的一个iPhone要推出了 所以凭盖股准备进入拉货潮 那也很多人跑去买 例如说做机壳的凯胜 7月28号 也有观众朋友call in进来 我还特别叮咛 如果你去看凯胜 你会发现到 虽然iPhone即将上市 那凯胜 它的一个机壳 包括它MacBook的机壳 好像市场都蛮期待的 但其实你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它的业绩仍然持续在衰退 技术面也有大户 持续在出货 反弹 我当时都建议 站在卖方 当然为什么 我当时说大户在做出货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多说 重点是 我为什么当时提醒 反弹 要赶快站在卖方 你会发现 这段期间 从7月份到现在 指数就在 8800到9300 相形之内 来来回回 对不对 可是凯胜的股价呢 弹上来最多到多少 132 那最近跌跌跌跌掉之后 剩下多少 剩下80几块 最低还剩下77块1 对不对 从132掉到77块 这一跌下来 跌了多少钱 居然跌了超过50块 对不对 等于说指数这段期间 8800 9300 来来回回 震荡 现在在9200 好 可是你买错了股票 你买到凯胜 对不对 不懂得换股操作 太弱则强 现在你可能 一张赔掉5万 十张赔掉50万以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就再三的证明 我跟大家所提醒的 为什么要提醒你 要去掌握结构 要太弱则强 因为你会发现 买错弱势股 指数就算涨 一样会赔钱 而第二个 更可以发现到 弱势股 其实是可以早一步之道 预先避开的 我不是现在 微胜跌到10块钱 跌到9块多 才告诉你 它叫弱势股 叫你砍掉 对不对 我不是现在 凯胜跌到70几 跌到80几块 叫你砍掉 我们在当时 就已提醒大家 大户已经在出货 反弹 要赶快站在卖房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好叮嚀大家 现在指数 一样来到9000多点 哪些股票 要站在卖房呢 第一个 产业趋势下滑 第二 业绩持续衰退 第三 股价相对弱势 第四 技术面 如果有大户在出货 弱讯号出来的 该出还是要出 免得指数就算涨 一样会赔钱 那万一 你不晓得 你手上股票 是不是有这样的疑虑 会不会像凯胜 会不会像威胜一样 哇 大户都已经在出货了 你都不晓得 不知道要跑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868-365 打电话进来 信荣老师 都会在下节目之后 提供大家 最专业的建议 接着提供大家 最专业的诊断 然后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最专业的一个答复 好 那反过来 我提醒大家 要去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那很多人会问说 那真的换股操作 会比较好吗 那我们就证明 给大家看嘛 7月份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抱着凯胜 130几块 报到现在 剩780块 越套越多 你抱着威胜 13块多 跌到现在剩10块 也赔了20几% 对不对 可是7月份 如果你开始 跟着信荣老师操作 换股操作 来各位投资朋友 看看 那时候我们再推荐 大家的是什么 这是7月29号 写给会员朋友的 分析日记 里头提到 接下来留意 新黑马 能新能源车 新黑马 一档叫做 6422的一个军要 那军要做什么的 各位投资朋友 来各位 我们看到 当时都有跟大家 做详尽的报告 在节目当中 这7月28号 那时候提到 大户在进货 低档转强的 新能源车 新黑马 对不对 说提到他 生产电子保护元件 预防电压 电流过大 会造成产品的损害 所以呢 这是在电动车 电池管理 充电窗里头 关键的零组件 当时都跟大家提到 他2015年 EPS 缴出了 6.3元的成绩 今年要配股 0.5元的股票 加上 3.5元的现金 殖利率高达 6% 那也随着 中国电动车 销售量在倍速成长 今年业绩 渴望更上一层楼 因此这是一档 兼具高股息 值利率 跟产业高度成长 的潜力 拉回时 按照盘中指示 来做加码布局 继续买进 好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来看到 这是来看一下 回来刚才所谈到的 军耀 这是在当时的军耀 你会看到股价 才在多少钱 才在60几块 我们发现 在这里 技术面也有 大户在进货 也有低档转强 讯号出现了 对不对 60几块推荐给会员朋友 后来呢 一波大涨上去 指数是上上下下震荡 你买错 买到威胜 赔了20几% 买到凯胜 赔了50几块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跟着 换到军耀来 你会发现 从64块 一路的涨 涨到73块9 里面还除了泉 除了洗 还原全值来看的话 已经回到80块以上 对不对 超过了20% 是不是 这就是我所说的 你能够去做好 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换到 现隆老师 推荐你的强势股 你自然更能够去快速的 赚回来 反败为胜 好 那不止 这个军耀 再来看到 包括了 这个 如果你跟着我 操作 我们这波 新世代汽车当中 最重要的指标股 奇迹 除了73块多 推荐大家买进 再来看到 7月份的时候 这是7月12号 写给会员朋友的 分析日记 里头再度的推荐 会员朋友 对不对 奇迹这档股票 正在跟美国 零组件的一个工 汽车零组件的公司 合作共同开发 V2V 车间通讯系统 ADS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的商机 去年 EPS达到6块钱 今年又渴望 更上一层楼之后 观察到股价走势 低档包量 洗完盘 融资大减 股价突破缺口出来 导撞反转形态出现 接下来 未来还会有中继缺口 还会有洁净缺口 所以呢 按照盘中指示 继续加码 继续站在买方 来各位投资 看到 这是最早 70几块 推荐大家的奇迹 这是7月份的时候 推荐大家的奇迹 82块 继续加码买进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后来奇迹的股价 在指数 高档震荡的时候 它就从73 从82 一路的涨 涨到最高 102 还原权就是108 对不对 你会发现 你不用在那边 抱着错误股票 威胜抱着 掏了两成多 赔 对不对 凯胜 他抱着 哇赔了五十几块 你换股操作 太弱则强 你是不是 更能够去 快速的反败威胜 去帮你赚回来 这就是我所说的 看盘 你要懂得掌握结构 赚钱 你要懂得太弱则强 当然 如果你做不到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县荣老师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带着你 帮助你去掌握好 盘式里面的结构变化 去帮助你 做到太弱则强 让你能够更快速的 反败为胜回来 甚至你想说 你想学 县荣老师怎么看得懂 一档股票叫做弱势股 叫做强势股 怎么可以看懂 一档股票 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 知道要赶快跑 有大户在进货 要赶快买 这个部分想学的 我都叮咛大家 最重要最重要 技术分析当中 你怎么去看懂 你就需要去学会 所谓的股市结构学 怎么样去第一个 正确分辨 强势股跟弱势股 第二个 更能够去领先 掌握转强跟转弱讯号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在我基品操盘团队 网站上面 有一个会员专区 提供会员朋友 里面很多 云端技术分析的教学 你说你都不种技术分析 我从基础的 K线啊 形态啊 波浪啊 这些 来教大家 里面云端书柜的电子书 先帮你把基础打好 你说你K线都懂 形态都懂 就是不会赚钱 那进阶的操盘级技术分析 七堂课的线上课程 要教你 教你什么 就是教你怎么去看懂 运用技术分析 了解大户的进出或手法 了解一档股票 什么叫转强跟转弱讯号 甚至每个礼拜 还有两次的实战教学 在教大家什么 教大家 例如在实战当中 怎么去看懂 原来当时的一个 像奇迹这样的股票 七十三多块多可以买 八十二块多可以加码 你看懂了 你不但学到技术 一边学 一边还能够去赚钱 对不对 用意在哪里 就是希望投资朋友 学会这些之后 了解我们的选股逻辑 买得安心 买的时候 买得安心 抱回抱的放心 最后赚 能够赚得开心 最终目标 也是希望会员朋友 都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这个部分如果说想深入了解的 都欢迎大家休息时间 来跟我们来做一个联络一下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再来跟他谈一谈 那最近到底还有什么股票 正要开始转强 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立正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眼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成通投顾 极品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 0227525868 2725868 成通投顾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现实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成通投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成通投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制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货力 独往独立 成通投顾 值得托付 赢得2752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添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nline 儿牌气密床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书工小朋友的健康 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试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 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回来谈大盘的部分 这波的行情 从川普当选了美国总统 那时候台北股市一度出现急杀 我们在这里都跟大家提到过 这是11月11号 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那时候台北股市是重挫的 对不对 盘中一度大跌202点 收盘跌了194点 那一天我提到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台股三天之内 两度重挫200点 看似弱势 但是量的趋势已经开始转强 大盘看似弱势的背后 技术分析来看 已经在酝酿一个什么 酝酿一个大反攻 结果指数就从 11月14号 见到8879的低点 开始一路的涨 涨到上个礼拜 最高已经来到多少 已经来到这个9296 已经接近到9296 最高来到9278 涨了400点的幅度 当然上个礼拜 有到我Facebook 看我的一个盘后报告的 也都知道 特别叮咛大家 接下来面对着包括MSCI 要调降台股权重 意大利要修宪公投 美国FED即将升息 深港通即将上路 等等的一些消息 大盘指数也涨了将近400点之后 面对到11月9号 长黑高点 在9296的一个压力 所以短线我都提到过 这边一定会先做一个什么 震荡整理 那目前是不是这样的状况 我们看到上个礼拜四 拉回来跌74点 指数今天早盘一度又跌50点 目前是小跌9点 大盘指数又连续拉回两天 震荡整理 所以你会发现 目前大盘指数的部分 都按照我们的规划在进行 那下一步呢 大盘又会怎么走 行情就这样讲完了吗 我提醒大家还没有 我先讲我的看法 我想讲 这波震荡拉回做一个整理 拉回来还是要站在买方 为什么 两个关键 第一个 很多人都担心 哎呀 这个月这么多利多啊 利空啊 意大利修宪公投啊 美国FED要升息啊 升港通要上路 会对台股造成资金排挤啊 我只提醒大家 大家都知道的利空啊 就不叫利空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句话 对不对 那如果这些利空这么可怕 国际金融这个月 大家都担心变数很多 那最害怕的应该是谁 外资啊 对不对 可是我问你 外资现在指数 手上是多单还是空单 还是报了七万多口的多单 部位在手上 那外资这个月指数都报了一堆多单 你觉得这个行情会跌到哪去吗 我只提醒大家 圣诞节前台股震荡向上格局不变 第二个叮咛大家的是市场上一样跟筹码有关的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融券的一个变化 现在大盘的龙卷女儿已经又来到五十万张以上 创下了下半年来的新高 代表说散户现在都把股票卖光之后 只想着放空 接下来就准备进入到空 这个嘎空三部曲的第一步 空单满天飞 第二步呢 大户会开始拉高股价上去 第三步 等到哪一天空单强迫回补 在高档 什么时候 明年三月份四月份 大户就会趁机来就出货 所以你如果不想要现在放空 然后被迫回补在高档 被大户给出货 该怎么办呢 当下就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出来 对不对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 去年股市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 应该讲前年年底空单满天飞的时候 是不是大户就开始拉高股价 拉高到去年的三月份四月份 空单全部强制回补在高档 大户就趁机出货在这地方 对不对 等到三户这地方 甚至开始翻多 行情也就花下休止符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等到高档的时候 市场最火热的时候 才进场去追高 才去做多 现在趁着农券空单满天飞的时候 你该怎么去操作 你自己一定要去 这个当中做好规划 那当然我在提醒大家 我不是要跟这个所谓的空头 来做辩论比赛 股市不是辩论比赛 谁讲话比较大声 谁就会赢 对不对 县荣老师口才没有那些人那么好 可是你会发现到最后结果 会证明谁是对的 而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县荣老师不会每次都能够猜对指数 明天会涨会跌 可是关键的转折几乎都没有错过 对不对 就像去年股市上万点 多少投股老师告诉你 总统大选之前半年 还会继续涨 还会继续勾12682 叫你全力做多买进 那些人现在在叫你放空 那去年上万点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4月28号 股市最高来到10014高点那一天 我说这两天股票陆陆续续 获利了结 也开始建立空单部位 原因为什么 大盘要回档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在建立会员朋友 开始放空 对不对 而且也预告这波行情 小心万点下来 会跌到哪里 会跌到十年线下去 那有没有 最后跌到7627 最后跌到这个十年线 那时候 全市场最恐慌的时刻 各位投资朋友 我在告诉大家什么 指数已经回到了十年线之下 消息面利空不断 指数持续在破底 看似弱势的同时 已经来到低档底部区 该是拼大的时候了 对不对 是不是在那时候告诉大家 指数在7000多点的时候 还在观望会员的朋友 多头火速归队 大盘已经顺利度过了末节段 脱离了底部区 开始进入到出生端的迹象 趁着指数仍然在十年线附近的时候 赶快来拼大的 谁能够带着你掌握到关键转折 献荣老师 就是这样帮助你的 所以提醒大家 千金难买早知道 人生没有后悔要 不想要事后留下后悔 当下就要下定决心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 一粒种子开始 甚至现在指数开始要震荡向上 明年三月份四月份之前的嘎工行情 又在点燃的时刻 跟着献荣老师的脚步 一起来把握这次嘎工行情 再度上演的机会 新的黑马 我们已经开始帮大家锁定 这波除了说车用电子 长线仍然持续看好之外 特别注意物联网 这个部分 有许多的黑马 最近发现已经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像这样的股票 每年EPS都赚十块钱以上 现金殖利率超过六个percent 这种股票 兼须有高值利率 又具有明年业绩成长的题材 散户在大卖的时候 已经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了 对不对 上个礼拜都已经开始加温了 这也是一档物联网的新黑马 每年EPS都赚四块半 五块以上 现金值利率都七percent以上 这样的好公司 如果说投资宝 想把握的话 都欢迎大家加入 鸡品操盘团队行列 好好把握机会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成风投资 成风投资 揭平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壮传性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参的产业观点 恰情出现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功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 2752 5868 02 2752 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成功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带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带出 成功投顾拥有股票 期货 双制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独往独立 成功投顾 值得托付 022 2 4 5 5 7 7 7